本年度週年大選共有6名候選普選評議員以獨立身份形式參選 他們分別為黃晴峰、方熙陽、陳首正、趙嘉儀、歐偉健和陳家浩 首先他們講述想參選的原因 黃同學表示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有一些同情現在都在評議會裏面是評議員 受到他們啟發令我對評議會的工作感到十分之有興趣 而為何想上普評呢? 就是因為我認為普評比起其他評議員的崗位有所不同的就是他可以發揮的潛力很大 可塑性非常之高 但同一時間挑戰亦都我認為是比其他評議員更加有不同的挑戰性 所以我希望可以藉絕上這個崗位 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能力去塑造一個我心目中普評的形象 為何我會想今年會參選普選評議員呢? 就是因為在2016年我也是其中一位評議員來的 一年的工作經驗裏面令我認識到更加多評議會的工作 所以變成我自己都很想在未來這一年裏面都可以繼續去 在評議會裏面做更加多的事去為評議會服務 其實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因為我今年都有上莊的 透過上莊其實我比較清楚Union那些都會有看法律 但其實問回我一些普通的同學沒有上莊的 他們其實都不太知道學生會是什麼 問問他們覺得學生會是什麼 他可能都只不過是說 可能是派校福利包寫輝春那些 其實都不太清楚會務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有一個重要性去推廣會務 因為在Union Council裡面所說的 的確是會影響到同學的生活 第二個原因就是我覺得 就是Union Exco真的需要去受監察 或者是被人評論一下他們的政策 因為可能是看到 就是我去年上莊都有做Friendly Visit 那我去年就聽到一些承諾 但是去到今年到下莊 就是可能又有Friendly Visit 那我聽回來的那些承諾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就想 就是到底Union Exco他們是有做一些競選承諾 那我都明白那些問題很難去解決 但是是不是難解決就是 就是不需要去解決 到底會不會有Follow-up 可能Exco他們有做到一些Follow-up action 但是我們基本會員會知道 所以我都希望透過可以在Union Council 收到最多即時的資訊 告訴我們基本會員 照同學也解釋 給其他候選普選評議員 持交提名的原因 那是因為在28號中 52點就closed norm 但是那個時候 就是我未確認到我下莊的名單是什麼 那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現在上的資訊 那我當日在CM1 我答應過我的屬會 就是無論如何 就是會以他們的利益為先的 那所以不是說我完結了的任期 完了就不需要理會他們的利益 那所以我就覺得 我要確認到我下莊的名單 是確認到 就是我的下莊是可以 就是繼續幫到我的文化屬會 那我才會 是走出來打算選普選評議員 去幫助 即so called 去serve更多的基本會員 那樣 陳首正同學參選的主要原因 是希望為一眾基本會員服務 他亦簡介他參選的政綱 那就我的政綱而言呢 我就會主要集中 都是在校務和會務方面 那就希望呢 是可以在未來這一年呢 就將一些基本會員關注的議題 將他們的聲音 用透過不同的方式 例如可能做一些調查 民怨調查 或者是可能透過不同的媒體 例如Facebook等等 和他們有更多的接觸 將他們的聲音帶入議會 並且在有需要的時候 反應給幹事會聽 從而作出更多的跟進和改善 現屆其中一名普選評議員 陳家浩同學 解釋今年希望競逐連任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今年 普平的人數都很少 亦都是一個不好的地方 但好的地方就是 可以給我 可以有很多不同在評議會的參與 也進入了不同的委員會 和工作小組等等 也都見到學生 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還有對這個地方有一些感情 見到普平都有很多 他這個身為可以有很多的發展空間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可以幫我評議會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競逐連任 可以跟其他獨立的候選人 如果有幸當選的話 就一起令到評議會 可以變得更加好 因為我覺得在身邊的很多同學 對於學生會 評議會的事務 都不了解 而且對於一些 一些相關的校務 他們的認知 和他們的關心都很少 所以我希望透過 報選評議員這個位置 將評議會的一些討論結果 帶給學生知道 令更加多基本 會完全關心港大發生的事務 令到學生對於港大歸屬感 提升 就如何提升同學 對校內事務的關注程度 方同學 陳首正同學 趙同學 和歐同學都認為 在學校設置街站 和在社交媒體發布貼紙 能夠和會員保持溝通 而黃同學則提出其他方法 我提出了兩個方案 第一個就叫做 PCLive 就是一個網上直播的平台 希望藉著這個新興的平台 可以給會員 如果有肯當選的話 可以有一個雙向溝通 因為現在其實會員和普平之間 主要的溝通都很多時候 是普平大資訊給會員 而會員有機會可以即時給回應 而黃同學提出的第二個方案 是一個名為Think Tank的政策 希望提供一個平台給你聚責他們 一起去對一些學生會事務 或者校務給一些意見 同一時間 我亦都希望這個Think Tank 可以在日後評議會的工作中 甚至可能在校園校正的評論方面 發揮到一定的影響力 或者從而亦都蓄勢其他同學 對於校務 或者相關事項的關注 陳嘉浩同學亦提出兩個方法 提高同會員之間的接觸 第一件事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入志 但這個是一個加強版 就是希望可以 來近這一年 可以多一些去網上 發掘一些比較大家關心的題目 以及給一個渠道 給基本會員 可能有些問題想問 可能他給我 可能有些收息之後 再直接放在Council上問 另外 他提出舉辦Focus Group 收集過一些關於某個議題的看法之後 之後就可以把它整理成一個 無論是一個包容或者報告都好 然後就可以放回社交網絡 讓一些人知道原來普平都是會關心一些大家 都會關心議題 以及這議題也是學校的事務 同時就是做到我所說的兩個目的 被問及對於香港前途和港獨的看法 各候選人再出以下回應 首先黃同學表示 自己暫時認為 我真的觀賦現在的局勢 看三十年後的事情 我其實覺得香港如果真的有出路 保留我們現在香港人所擁護的價值 其實如果我們再受制於中央的話 我認為在三十年後 並不是一個我們應該要走的一條路 或者走的一個方向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看到的就是 中國和香港其實他們相信的價值觀 根本這麼不同的時候 兩方面其實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平衡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有一個叫做 說 我看不到有一種融合的可能 而同一時間又要擁護我們自己的價值 所以其實我認為現在來說 港獨是一條 是一個我們更加應該考慮的出路 其實我不會抹殺任何一種的可能性 就是每一種都可以有機會成為我們的方向 但是如果問到說 港獨現在在社會討論 其實我覺得是 現在社會普遍都只是說想港獨 但是比較流於一些口號式 說要港獨要港獨 但是就沒有說很深入去討論 究竟怎樣去實行 就是剛才說到的軍權 或者是一些供水問題 食物供應等等 這些其實有很多東西 都需要去進一步進入的討論 我也同意 2047之後這條路應該怎麼走呢 是需要 絕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認同的 因為是我們的香港 所以應該是我們自己想 我們應該怎麼去走這條路 所以我也同意 不可以抹殺任何可能性 我覺得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 大家拋出任何你覺得可行的想法出來 可能大家透過不同派別去看修正的時候 可能找到一條新的路 就是我們絕大部分香港人都認同是想走的路 陳守正同學表示 他不會寄望中共管治下的中國 會有民主的可能性 而他認為對於香港前度的討論 不應該只是流於一種 紫上談兵的做法 我們反而在接下來這30年 應該辦了時間是做些什麼呢 應該是要鞏固我們香港這些核心價值 是強烈地去抵抗這個赤化 並且我們可不可以做得更多呢 我們怎麼可以提升我們的政治籌碼 以及凝聚我們的共識 去對付同一個敵人呢 這些才是我們要花更多更多功夫 去討論和做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就香港前途問題來講 我就沒有特定支持某一個方案 但只要是維護到我剛才所講的 香港的核心價值 並且為我們可以創造到有利的談判條件 以及政治籌碼的話 那就已經很足夠了 陳嘉浩同學認為 一國一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而他對於香港的前途仍抱有一絲的希望 就講到的看法 他認為這條將會是一條十分艱難的路 因為在中國的想法裡面 他們整個國家不斷強調的一個論述 就是希望可以做到民族復興 以及可以令國家走向富強 他們定義了香港就是民族的一部分 他們亦是很死守著他們所謂的主權底線 我就覺得這條路是會非常難走的 對於香港的前途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由我們自己去決定我們的未來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可能中共對於香港政府的干擾或侵入 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看到香港的赤花問題 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我們看到香港人對於這些做法都非常反感 我們希望的是我們爭取我們自己的 可能一國兩制之下 他本身所說的高度自治 或者我們用行港獨 或者談其他有行貴英 這些所有的說法 到最後其實都是想說的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把握自己的未來 歐同學亦指出 現時社會對於港獨的討論只是流於表面 如果要實行的話 就仍然需要更多的討論 時次週年大選票站將設於以上各個位置 同學可於2月6日至2月10日前往投票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